現在那些暴徒其實是已經沒有了那種社會的功德 以及完全是搞破壞的 那你是很難阻止他們的 但是我們要用市民的力量 要有一種決心就是維護好社區 維護好那個公共的秩序 尤其是我們的交通、隧道應該是要盡快打通的 他們破壞我們建設 我們都預了我們要用更多的耐心去做這些工作 現在全港都要團結一致 最當務之急就是止暴制亂 而止暴制亂就是要團結一致 來維護好一個社區的安寧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還有要驗證這樣去支持這個政府止暴制亂 支持警察止暴制亂 社會有一把強烈的聲音 我相信就會有個比較好的效果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您可以進行嗎 還是請去往下 先走開 有一個東西 我們在爬上 我可以進行 我們來想看